共和国之怒 共和国之怒你开麦共和国 喂能听得到吗 可以来共和国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36岁上海人 36岁上海的网友 您是在上海三甲医院的医生 对不对现在 我不是医生吧 我应该主要还是做科研的 科研的上海医院服务的 医学博士 好来 那个博士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话 就是今天这个话题 我在想 就我曾经也说过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国粉 民国的粉丝 你有一段时间 哪一段时间 大概是在大学到研究生毕业 然后那段时间 我做过很多很中二的事情 比如说在上海的军校里面 穿着飞虎队的T恤 然后听着黄埔军校的校歌 十年前了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其实上为什么在大陆这边 就是民国粉丝会很多 其实上我觉得 我们当时是认为 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这两个国家 它其实不是目的 只是一个手段 所谓的手段是如何去救中国 如何让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中华民国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就以台湾现在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就中华民国它自己最初的那个目的已经消失了 已经不存在了 它存在的价值已经没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已经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你拿出孙文当时的建国方略 你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现在台湾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和孙文最初的目的 几乎是背道而驰 至少 对吧 所以说 至少在我这个曾经的国粉的眼中 中华民国已经死掉了 那个共和国老哥 我跟你请教一下 那如果是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 它存在的价值在吗 至少蒋经国当时的中华民国 不可否认的 它要比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会有那么多 就是大陆的年轻人 去羡慕中华民国 去羡慕台湾 会成为国粉 因为我们觉得当时在 49年那个时候 我们做出的选择是错误的 至少我们前代人做出来的选择 有可能是错误的 所以其实你判断的依据是 是谁 哪一个政体能够让老百姓过得好 对不对 如果能够过得好 你就是 就是有 能够让老百姓过得好 能够让中华民族重新回到 他曾经的位置上 好 了解 对吧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民国粉丝 民国其实已经死亡了 好理解 理解 现在其实按照你的这个指标 的确老共都有做到了 当然那个还可以进步了 但是目前他有做到这些指标了 对没错 对 但相反反而是中华民国 现在在阻碍中华 中华民族的复兴 在阻碍中国的伟大复兴 是一个障碍物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说你也知道了 我是Discord里面 比较坚定的武统派 对 你的逆程都是 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可以说 所有的武统派全都是因为 对和同绝望了 就坚定的武统派 而不是那种口嗨的武统派 就是对和平统一已经绝望了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我们看到的就是继续维持两岸的和平 对于两岸人民 都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觉得有可能是 长痛不如短痛 还不如通过一次 有限度的战争 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 对于两岸人民 可能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所以如果能和同 其实你们也不会想武统 你们这些武统派也不会想武统 对不对 我说我没有任何一个大陆的 就是90后00后 我不能保证 至少我们80后这一代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希望武统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两岸有森林涂炭 因为我曾经也在call in 里面说过 我们这代人是 听着邓理军 听着张雨昕 听着周杰伦 然后看着F4 对吧 看着中级一般 这些所有的东西 充斥了我们所有的 就是对于台湾的美好印象 充斥了我们所有的青春 我们当年很多人都曾经为着马英九那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中国开放大陆开放选举 他要带着国民党来参加选举 实际两岸的统一这句话 对 为了这句话觉得非常的感动 当时就是上海开市博会的时候 最红的听就是台湾听 每天大家都要去抢着去台湾听看一下 其实上并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批人 但凡是出现武统派 都是说明他已经对和平统一是绝望了 就我们根本是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对吧 而且就是说我因为比较喜欢看苏起 而且我很早就翻墙了嘛 所以说苏起曾经说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 一直做一个相当于统计 这个统计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说 只要是把大陆进行武统 这一个选项拉掉之后 台湾的年轻人60%甚至70% 支持台湾独立的 对 现在是这样 对啊 那所以说其实上数据老师 我一直我也跟你说过 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是两岸的互相认同 既然两岸的互相认同不存在 那么合同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且就是现在的台湾人 台湾年轻人就是经过了教改 或者是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最近在discord里面 跟很多的网友进行交流 我发现实际上大陆年轻人 或者是大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和台湾人已经是完全相当于是一个平行线 两者很难有交集 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出来是不同的结果 那相当于最后往往会以最恶意的方式去曲解对方 可能表达的意思 最后只是造成大家在仇恨的螺旋上面越走越深 其实两边现在都是这样啊 两边都已经开始在恶意的 就是已经恶意螺旋了啦 两边都是没错 对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就是说两边持续的时间更长 两边最后就是说这种不干不干的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 两边的仇恨反而越更加的严重 对 而且就像前面你们前面很多的人来说 现在台湾政治的最上位问题就是和统一还是独立 是 对 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台湾就是永远停滞在那里 不可能进步 是 所以说你们既然不可能做 就是你们做出的选择我们不同意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能力 就共产党有能力要不同意的情况下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同意我们的 那你们又不愿意 那就只能 对吧 我这一整套逻辑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将当于已经看不到任何 就是我们认为统一已经就和平统一已经是绝望了 所以说我们才会去主要支持 是 武力统一 我们都知道不理统一不好 对我知道 那个共和博士其实大家其实都是 就讲屁股换了脑袋 就是说我没有贬义 就是说你站在你的立场去发想 那我站在我的立场去发想 我知道很多网友可能会批评我太天真 还是在做什么 民国遗老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我毕竟我是身为一个台湾人 那我知道台湾目前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能选择的话 我当然不会去选那个武统那个选项 我就是说我面对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和平统一是唯一一条路 那的确当年的老奖小奖其实都有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用和平的方式 那老奖当然更多用武力的方式他没成功嘛 那小奖至少有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那所以说以现在两边实力的对比站在我台湾的角度 所以我不会去点那个武统的那个选项嘛 我只会想办法尽量的让这个合同这个选项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努力的方向 因为毕竟我们都要承认武统战场在台湾嘛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说了一个东西 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就是说 对于台湾这一代年轻人 你跟他讲和平统一是没有用的 你只有告诉他无力统一可能造成的结果 他们才有可能支持和平统一 就是说他们内心深处是根本不会支持和平统一 他们之所以说维持现状只是知道 只是知道如果说维持现状 不维持现状他们会挨打 会受到解放军的武力的制裁 那么只要告诉他们 唯一能够可能和平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 这个所谓的不独不同不武的状态 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维持下去最后一天还是要武统 武统以后你失去的更多 我认为台湾年轻人才可能转而支持和平统一 其实上本质上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 你说你说 两岸已经没有任何认同了 而且就是说19年的新冠 1920年的新冠把这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展现在了整个大陆的人面前 老百姓的面前 以前我们还存在着所谓的虚幻的幻想认为只是少数人台独 或者说是只是台独门毙了台湾大多数人 但是通过这次新冠我们知道了 其实上台湾人已经不把我们当同胞了 两岸的感情上的联系已经断了 已经断了很久了 我们只是一直在欺骗自己 这次新冠之后 仇台的情绪其实到了一个高点了 这是事实 不是仇台的情绪 应该说是失望的情绪 哦好OK 就是反映出来的仇台 反映出来是一种仇台 而且台湾人还有一种迷之自信 他认为自己对中国大陆做任何的事情 大陆人最后只能包容他们 不至于啦 台湾 就是在Disco里面就是说你们有一位那个当了11年军人的人 他说 他曾经说过之所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 不可能断绝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大陆断绝了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经济最后会因变倒的倒向美国 中国是不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大陆是不可能去 倒害台湾经济的 好啦好啦 所以共和国老哥 所以他是当军人嘛 他不是当经济学家嘛 你就不用把他的论述太多一回事 但是他的背后 他背后的一整套逻辑 其实上就是一个就是说是 你大陆对于我是必须要接受我的所有的选择 你必须要承担这一切 所以说我可以随意的任性的去做任何的事情 反正你最后都会包容我的 不是全部的人都这样讲 不是你可能要看那个人的认识 至少我的认识就是这样 你的认识肯定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在民主选举当中是看这种认识 在你们整个人群当中的比例 你不可否认它其实上反而是台湾现在的主流的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前面提到的很多的台湾人 跑到大陆来这里享受了大陆的所有一切 最后回去还是把他要投给了民进党 没有这样子一套内在逻辑在那里的话 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说对于台湾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你再去说和平统一 最后只会把台湾推向武统 你只有跟他说可能武力统一 那他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对吧 而且就是说大陆这里所有的军事行动 最后在你们台湾绿营的媒体的嘴巴里面 全都是老来了老来了老来了 老永远不可能 你的意思乙武其实为了逼河 乙武逼统不是逼河 逼河统 乙武逼河统 逼河统 对 逼河统 对啊你再去跟 但是这是一个北爱 这怎么像邱义教授的方案 不是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人认为 就至少大陆这边所有的武统派认为 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没有比较更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选择武统本身就是看不到任何谈判合同的希望 我们才会去转而支持武统 那么对于武统派来说这已经是最最和平的一种解决方案了 而且我觉得至少在岛内的宣传你们也只有通过这种宣传才可能让年轻人觉得 不要去选择抬头尽快的和平同意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就这样 我不能否认就是在实际上 那个共和国博士你说的这个操作性的确可能性很高啊 这样子操作可能性的确很高 我很难否认这样 对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可能的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我还是觉得 台湾不要走到那一步啦 所以我尽力的去推啦 就是不要走到那一步 而且我们也必须同意就是一旦出兵了 就很多变数会存在 你知道就是会不会擦枪走火 会不会真的就是因为美国 美国他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国就是想用台湾这个当一个 不是 对嘛 那就是 结果我说句话 就无论唐湘龙还是你们台湾人 就是因为你们是台湾人 你们看到的永远是台湾人这边的东西 对 你们从来没有站在大陆这边看过 就是说你们觉得OK 美国如果牵扯进来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 但是你们从来 我就简单说 你们从来没有站在福建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问题 应该说两岸现在的这种 不独不同不武的状态下 承担最大损失的就是福建人 对 我有一个师兄是福州人 福州是一个沿海的省会城市 它有多落后 在00年以前你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对台的最前线 所有的不利 所有的损失全都由福建人承担了 然后你们在那里 但是完全是由于你们单方面的行为 造成的所有的损失都是由福建人承担了 那么福建人找谁去做去 对吧 而且说句话 客观的现实就是说 继续维持现在这种不独不同不武的 对于中国周围地缘的战略的损失非常大 我们就是上次那个姐姐也说过了 我们无论是在外交上会有损失 对 我们在整个东亚的整合会有损失 我们对于东南亚的影响会有损失 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首先想 我们在边境如果动了一动 会不会台海这里产生问题 是 这些战略战斗损失全都是由我们中国这里在承担的 这些都是相当 所以说我说你们已经是中华民国已死 只要中华民国如果还活着的话 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因为对于两岸而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 或者说是中华民国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的责任 对 没错 只是现在 现在虽然我们还说中华民国 但实际上我们对面台湾 已经去中化了 对已经去中化了已经只是一个台湾国了 虽然他说都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 但他其上就是台湾国 可开的说就是这样子 嗯 了解 所以说所谓不支持台独 或者说我从某种程度上 我支持你们绿营讲的话 就是台湾现在其上已经台独了 他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了 他在政治上选择了一边倒的亲美 然后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 对吧 对 一面倒的不得了 对啊 所以说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 再加上台湾现在这个主流社会 你问醒不醒不可能醒的 嗯 底层的人通过就是去看不起中国 去贬低中国来补偿自己在生活当中的 那种不幸心灵上的这种损失 就是上层的人通过两岸的这种独立 他所举经济利益 很统的 他不愿意因为有现实的利益在那里 嗯嗯嗯 对吧 对反正我今天我就说这些话吧 我反正就是看到这个题目 我有点不愿意 了解你觉得已经只剩这条路了 就你说这条路了已经和平是无望了 嗯 对啊 好 对啊 我说说我就常常吐槽 吐槽就吐槽到这点 没关系 但是共和国共和国那个老兄 反正我我就是尽力做我能做的事啊 就是这样 对我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最好的 然后就至少通过你这个东西呢 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听到我们大陆 这边的人是怎么想的 然后大陆人呢能够看到你们台湾人是怎么想的 是 那我觉得现在所有的YouTube上面的交流平台 你这里的氛围是最好的 所以说你这里的那个年纪也是最好的 最好就是大家来了就不愿意走了 会一直在你这里 也会有很多告诉大家进来 我相信透过我这个平台 你也能够认识一些不一样的台湾人的声音了 就是不是都像你本来想的那样 不是我知道肯定有不一样的声音 因为我很清楚就一个群体里面肯定是五颜六色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我我只知道台湾最主流的声音是那样子 而且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好OK我尽力了 好不好政治也不见得 政治的变化其实也很难讲 但是大趋势的确是你说的这样没错 但是我们尽力吧 好谢谢共和国 谢谢共和国博士 谢谢你的call in 感谢感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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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